下载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昨日晚间 位于纽约市皇后区的华人聚集地法拉盛 突发枪击案 一名华裔男子在安抹院外被射杀倒地 不致身亡 近半年时间内 法拉盛先后发生多起枪击事件 甚至还成为了黑帮的火拼现场 如今这个全美的华人中心 竟然成了犯罪分子的摇篮 曾经的 灯火辉煌 变成了现如今的火光四射 根据报道 44岁的受害者 从位于41街的上戎SPA走出来后 遭遇了凶手 在发生一些言语冲突后 凶手当街开枪射击 见受害者在警部遭受致命一枪后 凶手立刻逃离了现场 当地警方接到报警后 于傍晚5点左右到达现场 发现一男子躺在路边 流血不止 警方立即将他送到附近的医院 但最终男子被宣告不治身亡 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场争动 纽约警方仍在搜寻凶手的下落 警方表示 死者和凶手此前相识 不排除涉及地下赌博等钱财纠纷 但具体细节仍在调查之中 在收到家人通知之前 受害者的名字不会被公布 发生枪击案的位置位于纽约最大的华人聚集区 法拉盛的市中心 有很多华人商家和行人目睹了这场枪击案 枪响时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害怕 据目击者称 开枪的凶手也是华裔 正如上文所讲 这已经是近几个月以来 发生了至少第三起被枪杀的恶性案件 就在去年8月的一个凌晨 法拉盛市中心的一家KTV发生一起枪击案 警方赶到现场后 发现两名伤者躺在地上 其中一名22岁的非裔男性头部 与身体重15枪 因伤势过重 已无呼吸 另一名22岁的非裔女性受伤 根据警方消息 两名受害人为情侣 当晚与其余20多人 在法拉盛的KTV举办排队 死者与被告因发生 口角演变为肢体冲突 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凶手私自带枪入场 开枪后徒步逃离现场 案发6天后 凶手被拘捕 年纪19岁 而在早前一个月的7月份 纽约主要帮派在布朗克斯街头 展开了连续数日的大战 不断有少年和年轻人横死街头 而战火却未有消停迹象 不久后 帮派的战火 蔓延至华人聚集区法拉盛 一名25岁的年轻男子 就在法拉盛的街头身中多枪 包括头部 后送医不治身亡 证明年轻人被证实为 皇后区帮派ABK组织的成员 生前曾六次被捕 案发时 嫌疑人驾驶一辆黑色轿车 经过受害者 并向其开火 他被击中头部和手臂 由于这个地区不断发生枪击 以及各种违法犯罪事件 法拉盛在整体犯罪等级评级中 被降为了D加 D加级意味着犯罪率高于 美国平均城市 在法拉盛平均每一小时两分钟 就有一起犯罪发生 在没有家庭安全系统的情况下 你家被抢劫的可能性会增加300% 法拉盛每年的犯罪率 为每1000名居民中 有大约36.53起犯罪案例 而住在法拉盛的人普遍认为 该市的东北部是最安全的 通过简单的计算 法拉盛西北部地区的犯罪率较高 每年约有3712起 法拉盛东南部地区的犯罪案件较少 每年只有53起 在法拉盛 你成为犯罪受害者的几率 在西北区可能高达1 9分之1 在东北区则低至1 56分之1 此外 商家也反映法拉盛华人超市 和商店偷窃案件 近些年来有增无减 越来越多的流浪汉 卧罪街头 患精神疾病的无家可归者 甚至会攻击和骚扰民众 这些都造成了法拉盛的治安 每况愈下 1月4号 新日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欧文宣布 他将不再起诉逃票 拘捕 卖淫等轻罪行为 并降低对武装抢劫和毒品交易等案件的 重罪指控 面对轻罪不起诉的新政 法拉盛华人商家纷纷表示担忧 根据纽约州的法律 1000美元以下的盗窃属于轻罪 这样的新政将会引发新的治安混乱 民元购将会肆无忌惮 纽约街头是在向旧金山看齐了吗 当然 一向以安全为大的华裔 也不是没有想过办法 来对抗这种居高不下的犯罪率 比如 法拉盛民间巡逻队就推出了 亚裔长者平安回家 电照车赞助计划 该计划将会在65岁的 法拉盛亚裔民众晚间出行时 提供最高20美元的车费 这个在2021年3月份才成立的 法拉盛民间巡逻队 目前已经吸引了多方人士 现如今大家在法拉盛的街头 会经常看到志愿者在巡逻 致力于阻止案件发生 维护社区安全 帮助改善社区环境 作为全美华人最集中的地区 虽然很不幸经常遭遇 不法分子的侵袭 但是我们最终希望可以通过 广大华裔的共同努力 重新找回那个曾经安全的生活环境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